人,最珍贵的是什么?为什么?养生又称是生、盗生、小性、卫生、保生、寿生的意思等,所谓养,即保养、调养、补养的意思。 所谓生,就是生命、生存、生长的意思。 养生是中医学特有的概念,是已经延换衰老,健康长寿为目的,以自我调生为主要手段的一系列综合性保健措施。 养生从脾胃开始,人出生之后,人体的各项生命活动,就来脾胃所运化的水骨化身的气血来滋养。 脾胃乃后天之本,气血生化之源,固养护脾胃对人体健康潮寿,具有特别重要意义。 在阴阳学说中认为脾胃为脾,胃为脾,脾胃同居于中胶,属于表领关系,脾胃运化,被主受纳,纳韵香气,气血等化生。 在五行学说中,脾胃属于脾,脾胃加强,具有化生、蕴化、成分等作用。 加强,脾胃功能健全时,摄入的食物才能正常转化为人体所需的气、血、筋、筋道筋为物质。 当脾胃的消化功能减确实时,就会表现出种种不适,熟吃的少,容易疲劳,肌肉无力,身体懒动,面子尾黄等,气血不足。 怎么办呢? 肝症大脏一气血,大脏肝症做法,大脏的进气人群,脾胃有势气的患者,怎么办呢? 肠下季节,则可喝绿豆汤或饮食可以饮淋雨一般,特大泥煮粥服用。 脾胃者,苍蝇之官,直接怎么去呢? 中一讲山楂可以削肉食。 容副,先将双手搓热,而容副注意事项。 生姜,醋泡生姜国一大神鹿制正,把生姜切片或切瓷,放入米醋或香醋中浸泡一周后,每天早晨吃两三片, 可起待温微散喊,替神情能,促进血液循环,预防动脉运化的作用。 生姜本是一味巴塞的药,醋有收敛之效,用醋泡浆,醋能活去止痛,防止姜太辣而发散太过。 泡后食用,对健康大有敌意,时间禁忌,不宜太多,二到三天即可。 俗话说,早上吃姜四身汤,在如晚上饭不时出汗着凉了。 喝点姜糖水,一出汗,并可能就好了。 饮茶调皮味,日饮三茶调皮味,早晨绿茶下午,乌鲁茶晚上普洱茶。 绿茶又称不发酵茶,较多的保留了鲜叶的天然物质。 其中茶多分,咖啡饮保留鲜叶的85%以上,夜绿素保留50%左右,维生素损失也较少。 薯茶中之羊,早晨喝绿茶,有助于羊气生发,帮助脾胃消化,养护心气,运化水骨精微于全身,保持精力旺盛,其所谓提神勤劳。 下午乌龙茶,乌龙茶可健脾消时,助消化,午后阳气渐弱,阴气渐生,脾胃功能较少无有所减弱。 人们常在午餐时吃一些油腻食物,防二脾胃润化,饮茶可以致人之,酒食令人瘦。 乌龙茶是中国茶的代表,晚上普洱茶,普洱茶可护味,氧味,其中的咖啡因经多年成半发酵,作用减弱,所以喝后不会兴奋,使人能够安睡。 日月三差注意事项,甜但虚无,蒸汽从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稳气牛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